图完越南媒体展示的苏30MK2大修的画面近日,据媒体报道称,此前往上传出了中国空军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日本的宫典,而这一观点正是由于央视披露的一个画面,画面中彻底暴露了越南空军的真实实力。 画面中显示越南苏30MK2战机大修的场景,此前越南维护战机过度依赖俄罗斯,随后在乌克兰的帮助下建立了维护工厂,使越南苏27和苏30的出勤率有了大幅度提升。 国人惊呼想不到,竟然被越南的表象给骗了,并认为其威胁程度甚至要超过日本,值得国人警惕。 一把情况下,军用装备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,必须进行维护,才能保证接下来的正常和安全使用。 战斗机更是如此,所以装备的战斗机,总是有一部分处于维护中,以保证战斗力的持续性。 如果将自己战斗机的维护交给别国,代价高昂不说,这时能否得到有效保障才是最大的问题。 越南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,所以类型裤腰带也要建立自己的维护能力。 突然越南空军的苏30MKR战机作为南亚小霸王的越南,在装备这块可以说是不遗余力,同时也是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。 当年苏联在越南可是有军事基地,也有不少苏27系列驻扎。 该机在适应越南气候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,这也是越南选择它的一项重要因素。 目前,越南共装备有36架苏30MKR战斗机,均可以挂在反舰导弹,对于我国员离岸基战斗机保护的舰艇来说有着不小的威胁。 不过其威胁也将是短暂的,如果进入战争状态,那么这36架苏30MKR无疑是首要被摧毁的目标,恐怕就算能够安全升空并且执行完攻击任务,也面临无家可归的窘境。 突然越南基洛基潜艇相比之下,越南装备的洛基基潜艇,对我们的威胁更大。 这款代号大洋黑洞的常规潜艇,在禁忆方面非常突出,曾经在一次演习中,突破我方与俄罗斯的反潜网,抵进至目标5公里内,发起模拟攻击。 可见其性能只有1,更为致命的是,一旦进入战争状态,越南不会选择使用潜艇,跟我们的军舰硬捧进,而是由1-3,燕渡2等方向破坏我们的海上运输线。 这对于目前我国海军仍旧是一个不小的考验,不过随着新事件传下小子一般的服役,以及规划中的新型直升机和两栖攻击舰成为现实之后,那就是全方位碾压的态势了。